这位网友说,他的老叔长期头疼,疼了七八年了,而且招不开嘴,分别带他去了口腔科和脑科,但是结果却被告知应该去神经科看一看,这是为啥? 这个头疼确实原因是非常多的,而且头疼也是非常难以去确定他的一个疾病,实际上我们广大的神经科医生都很头疼的这样的一种状况。 那么这个患者他头疼的时间比较长,那么他也去了相应的科室去就诊,所以我们想他只能是讲现在目前能够排除一些气质性的疾病,那么他这个头疼能不能就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说的一个原发性头痛,或者就是个偏头痛,或者还有其他的神经痛的可能,所以建议这个患者带着他相应的看诊的那些检查的资料,那么到专科医院来进行确定的看诊的一个过程。